這個問題比較少見 但是也是有人問 所以呢 我今天把它拿出來跟大家討論一下 就是關於不孕的這個問題 還有做愛滋事的問題 那有女生問說 有沒有 因為有人不孕嘛 那就有可能就被說 會不會是因為你的陰道太長了 所以那個精子沒有辦法順利跑到子宮 所以導致不孕 那基本上呢 基本上一般平均的陰道是7到9公分 那其實再怎麼長 它是跟身高會有關係的啦 但是老實說 再怎麼長啊 精子在你射精的那個剎那 不管怎麼樣 你射精都用射這個字了 它還是多少會被射進子宮裡面 那你注意聽喔 它射進子宮並不是陰晶會跑進子宮 這邊有一個子宮頸 所以陰晶它要進去 它還是一樣 最多這樣射射射射射射 它不可能 它再怎麼樣 不可... 它再怎麼樣都不可能 跑到子宮裡面去送精子 你們聽得懂嗎 那假設這個陰道真的很長好了 假設很長好 陰晶只能到這邊 那到這邊 它最後一射精 射精 精子被射出來 它也會有射出的那個壓力 從這邊跑進去 所以基本上 不太會有陰道太長導致精子 沒有辦法跑進去的這種問題 那只有可能是精子 為什麼它跑不進去 有可能是品質的問題啊 或是精子是不是比較老油的 比較慢啊等等的 好 那再來 如果你陰道太長啊 這是陰道嘛 這子宮嘛 那在上面就是我們其他脹器啊 你要太長 你是要長去哪裡啊 太長 你要長到怎麼樣身體都不對啊 所以基本上它不至於太長到不能受孕 那問題不是在於 那個問題就好像說 欸 會不會是因為跑到太長 所以我的車子 都永遠開不到終點 那你們的問題 你們會怎麼回答 你們會說 啊 你開什麼車 你是什麼牌子 引擎怎麼樣 馬達怎麼樣 對吧 所以通常在 呃 你們這個問題不會是因為陰道的問題啦 所以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你就呃 我覺得可以 男生可以去檢查一下精子的問題 有可能是精子的品質 或者是它有射進去 但是因為精子品質不好 或者是怎麼樣其他的原因 導致沒有受精卵這樣子 我覺得還是要去找醫師 才有辦法知道到底是什麼原因 而不是因為陰道太長的原因 這就很像陰道太長 車子跑不到終點或是怎麼樣 不太可能是這樣 謝謝你 謝謝你 謝謝你